這個翻藥斤斗在山頭跳下來 總會有這些事發生 好 玩具TV第十三季第六集第三節 剛剛介紹完Rising Hopper 這個Zero One 現在馬上回頭看看蒙面超人鏢 裡面我自己最喜歡的角色 沿道一海的最終形狀 這個形狀整個高達的樣子 Giz的Perfect Kingdom O-O-Riser的肩價 訂購六百多 現在外面都是賣六百多 值不值這個價格呢 我就覺得可以爆來看看 是沒有配件的 第一件事通知大家 因為配件已經上身了 已經上身了 對,攬上身了 本身其實包些什麼呢 四隻手而已 但是 登登登登 嘩,每隻 這是高達的樣子 拔掉一些 淋淋滋滋滋滋 這是雜伯家之大勝 身體上的兵器 青羽 赤羽 黃羽 三羽 一身 拉打 Perfect Kingdom 可以拍一拍正面 我看到這隻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他的武器 如何砍人 你如果有看一套OVA的話 就會知道 摔一下摔一下 很過癮 好像很尷尬 他的刀印 可以轉嗎? 不行 不行 這個 正所謂拉打的樣子 我覺得根本就是一部高達 真的嗎? 你看他的背部 跟蹤 有什麼話好說 給錢 你拉打Cross Over 高達 另外會有兩個 肩膊盾 還有這個 手裡 不能叫手裡的 這個秘劍 很正的推進器 好像是Gundam Mark II 還有角 紅色有角 是不是快去三杯 不過挺過癮的 就是你看看他本身 我想Close-up 的頭 裡面的透明件 還反光 在拉打來說 相對比較少 這一類型的造型 這個 很有趣 他的眼裡 差一點點 他的眼裡是閃卡的那種閃 沒錯 而且 可能大家看完Ghost的Final Form 它是大粗閃 它這個是幼閃 是點閃 你要很近很近才看到 但是很漂亮 其實 我想這個應該是貼紙 因為正常做不到的 就是抽籃噴的 應該是貼紙 我猜他 不過我也不夠 把他拆開去看 因為噴這些經常塞窗 其實生產很難阻擋 一般應該是貼紙 其實很多坊間改造 都是用貼紙去改 是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其實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收了坊間的智慧 本身你可以看看 雖然是很多不同的顏色 黃、紅、藍、金、銀、黑 但是本身可以Close-up 看的話 都看到著色 都沒有怎樣歪 即是歪 都算是這樣的 所以都算是這樣的 你看看 那隻Mock Machine 哇 我那隻是有一點點在下巴位 所以都不是完美的 無論如何 如果有愛的 都絕對可以入 因為 大家有沒有看到OVA嗎? 沒有 沒有 它其實本身的對手就是一隻 類似這個Mecto Bill 蛤? 又是高達來的嗎? Mecto Bill 是 當然了 Mecto Bill 都有兩個形態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產品化 不過它的產品化其實已經有 在一些相對性廉價少少的食盤那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確實都可以 即是縱使不出SHF 就買 RKF 對 買RKF 都不是一件壞事 RKF很棒 如果你有看 現在新追的 蕭溫那些 它追得很貼 它那一集出的 那隻就跟著出 還有你本身 對上一套 時王那些 異類拉打 和其他拉打 都出了 是啊 所以真的不一定 但是它很過癮 噴色只是噴前半 一轉後面 就全部噴色 物理死了沒有 我就是想 挺過癮的 它其實這樣噴也挺有技巧的 但是問題是 它的正面的成績 確實是不錯的 所以 也挺好玩的 而且 小朋友來說 我又覺得 不是說 好像玩到我們這些 那麼高的要求 你有東西拿著手 又安全 又可以扭來扭去撞 真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那隻真的很粗扭 而且它的武器 全部都是軟QVC 你比小孩玩 是真的不害怕 不過怕不噴 但是真的很好 但我怎麼都不明白 他這隻刀怎麼砍人 是不是呢 我也很迷惘 我都很迷惘 這麼難人才能砍人 本身沿道一海的執念 初初其實 如果大家有追開錶的話 其實這個角色 我都覺得挺吸引 北刀 北刀 北刀的戰士 他三個兄弟 當然 在劇裡面 是不是應該死 不應該死 我不討論這個問題 但見到他和那三個兄弟 即是兄弟 那種基本 是挺熱血的 而且整套錶 我自己覺得 最熱血的角色 就是沿道一海 真是沒有一遍 所以 剛剛見到阿滴都擺了個漂亮姿勢 玩這一隻 Perfect Kingdom 其實真的不是說玩會見醫路 是玩他做的 不過始終他的甲比較厚 他頂頭 或者頂這位 都頂得多 其實他的甲會爆回來 例如噴射器 拆回來 不可以 不可以 全部都黏死 所以 其實他的 他的 他的 頭部 其實是OK的 但是 腰部 腰部 尷尬少少 因為他本身 你看到 這個位置 有個甲 他的情況 比Zero One更加嚴重 所以 他是有關子的 不過沒有用 對 這個我當是直的 你就能向到 三度 向後 就差很遠 因為後面 是很安全的 跟Zero One一樣 但是他前面這個銀色甲 就頂得很厲害 加上他還有這麼大抽的變身器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位置 先放下 先放下 經常都很害怕 他的腰帶上 有什麼瓶子 沒錯 因為他真的很仔細 然後 亦都這樣說 他不是很緊 特別是玩XA的 腰帶 有卡帶 就是這樣 XA 真的很害怕 XA 很慘 XA 所以我不是很膽 追XA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看過 劉德華郭富城 那一套 一神雕俠類 是嗎 他裏面 有一隻東西 就是 那條腰帶 綁很多瓶 那些武器 不是 那些藥在那裡 他一索 一索 就會有超能力 叫《恐怖天使》 王家衛寫劇本 《恐怖天使》 《City Hunter》 不是 那是1991年 已經有腰帶掛藥水瓶 這個概念 我在想 是不是抄City Hunter Anyway 我就想塞回 下去才是很容易跌的 這顆東西 很危險 所以我都被管死地拔出來 所以大家買到開盒之後 看看 increments 其實本身關節和剛才的 纖法都一樣 因為素體基本上 不是這個 鎮骨叼的話 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都不要特別 再詳述了 依 unusual 或者周 cev 可能真骨不太有吸引 他亦沒有必要這麼快追到做這些產品 如果沒有直接對打的話 我想就不至於要等到真骨寬懷 如果本身除了拉打迷之外 又喜歡沿途一海的話 這個Final Form你真的不能離開 不過HHF本身有好東西 亦都有不好東西 我亦不會只拿好東西和大家分享 稍後繼續HHF 繼續嗎? 好 我們今天有場舞很厲害 有場舞幫忙 你們兩個繼續打開 你們的進度更加流